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打江突破了哪些根本性竞技 两年多以来习近平打江 打下了一大批的老虎长蝇 有的观众问我 这跟搞运动有什么区别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回应一下 我说这区别大了 至少突破了五个重大的根本性的竞技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这次反腐 他没有时间数量和官位大小的限制 直接打到了昌伟一级 甚至打到了首额江泽民 就是打到了共产党头子这一层上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经济被突破了 第二点 这次的反腐是从封闭型的反腐 现在转向了开放性的全民参与的打江 这个过程开始了 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反腐 是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检举人 是一个陪衬 是一个过渡性的性质的人物 比方说你把这个罪行检举到中纪委 中纪委去调查 然后定罪 开除党籍 然后提交司法 然后审判 这个过程到了中纪委以后 民众基本上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是吧 而现在的话 民众是原告 是主体 是吧 从这个有案必例 5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法律登记制度以后 民众可以从自己受迫害的个案 把它写成这个诉讼状 然后直接投到两高 是吧 然后就直接对江泽民进行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定罪的话 那就要进行赔偿 是吧 这个过程的话 也就是说把民众从一个次要的被动的地位 变成了一个主体 变成了一个原告 这是突破了一个非常大的经济 这里边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是把这个贪腐分子 他们的罪行 从他们的贪腐罪 移到了 转向了他们的核心罪行 就是血战 迫害民众这个罪行 特别是迫害法轮功 在过去16年当中 残酷的迫害法轮功 甚至呢 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 是吧 这种反人类罪 这个核心罪行 被集中到这一点上了 是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就是开放全体民众 参与到这个打僵过程中来 这就是叫开放型打僵 这是一个特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习近平在这次反腐中 采取了依法治僵 这么一种方式 也就是突破了运动性反腐的这种模式 我们知道在2014年 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追究制度 实际上这是对江泽民量身定造的 是吧 这个 因为什么很多的历史上 过去十多年的对民众的迫害 都是江泽民拍板的 他决策的 现在就是说 不管你在台上台下 你退休了没退休 只要你做出了这个决策 那就要追究到你 然后呢 在同年12月份 就去年12月份 在南京大屠杀攻击日上 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反人类罪这个概念 这跟江泽民在十多个国家受到的起诉的罪名完全一致 剑子江泽民 然后呢 在习近平阻挡下 内蒙高院首次对这个被迫害者进行赔偿 而且今年5月17号最高法院再次公布了2015年的赔偿标准 我觉得这是为对最广大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进行了一个铺垫 打下了一个基础 再加上今年5月1号开始实行的全面的有岸逼利这个法律登基制度 民众可以参与法律 这个通过法律途径来打僵 这个整个的东西 这个一套机制啊 就是形成了一个依法治僵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这是突破了运动性反腐的这个竞技 这个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 这次反腐啊 实际上正在瓦解 或者已经瓦解了一些这个江泽民的迫害制度 而且从某个局部某个层次上 说已经突破了党管一切的这个模式 我们知道习近平执政以后 首先是把政法委降格边缘化 我们知道政法委是江泽民周永康等这些人 他在过去十多年当中以维稳的名义 建立起来的迫害民众的一个第二权力系统 是吧 这个系统现在实际上是降格 正在处于瓦解这个状态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610系统 这个610系统是99年江泽民 是吧 建立起来的一个从上到下 对法轮功进行残酷迫害的一个非法系统 然后逐渐的就推广到对全体民众的这个迫害 那么现在610这个高层呢 已经处于一个后继无人的权力真空状态 我们知道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抓以后 是吧 是由这个另外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接任 但刘金国最近呢 去了这个中纪委当副书记 那这以后610办公室迟迟就没有人接 没有人掌管 应该说是处在一种被瓦解的状态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在被打下的贪腐分子当中 至少有三次高调指出 他们是610系统的这个负责人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两点我觉得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就是610系统将受到整顿或者被废止 另外习近平主导下要求所有的检察官上任 必须对宪法宣示 而不是对党宣示 而且检察院系统要对公安局派出所进行监督 怎么监督 就是你要抓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我觉得这两点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中共历史上所有政改内容的这种限制 实际上是司法独立的一个开端 第五点在这次打架过程中 甚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这个经济 我们知道就今天习近平邀请缅甸在野党领袖 昂山素季访华 昂山素季这个人身上有一些标志性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普世价值啊人权啊反迫害等等 那么正好跟习近平这次开放型打僵 这个我觉得能够不谋而合 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催化剂 实际上啊 这个也是给民众一种这个大家起来参与打僵 反迫害发出的一个信号 或者是一种鼓励的意识在里面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做的比较技巧 它是从外交的形式从外面引进来的 而不是从内部来讲的 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些可能的一些风险 这实际上呢是推动和加强了民众反迫害 维护自己权益的这种意识 总之呢这次打僵啊 确实是突破了一些重大的和根本性的竞技 原来这个反腐过程呢 它只是局限在高层封闭型的这种模式 民众啊他只是一个旁观者 或者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这次呢民众成了一个主体 成了一个原告 是吧 另外确实在打僵过程中 正在解体着江振民的迫害体系 我觉得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 将对中国未来的变化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好这次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